繼ABCD餐,政府推出疫苗氣泡放寬食肆的防疫措施後 再加上之前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 其他氣泡是否都陸續有例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去到立法會 接受議員質詢時間就說 會分別與澳門內地探討研究港澳旅遊氣泡 林鄭月娥說早前出席博奧亞洲論壇時 曾經與澳門特首賀一成探討港澳通關安排 本港政府會跟進 但由於目前澳門和內地幾乎全面通關 港澳如果通關有關安排需要避免本港居民 為了逃避強制檢疫經澳門進入內地 而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建議設立前往內地的商務氣泡 林鄭月娥說任何內地接受的通關形式都會探討 亦都會向內地提出商務氣泡的安排 自由黨邵家輝就提出要求日後 與本港建立旅遊氣泡的國家 訪港旅客需要接種疫苗 林鄭月娥認為要視乎當地疫情和制度 又說政府與外地建立旅遊氣泡 不可以鬆懈 否則反而會影響本港和內地的通關進度 昨天立法會亦通過幾項修訂條例草案 其中備受關注的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審議 獲得39票贊成 兩票反對 大比數三讀通過草案 將會在8月1日生效 看看立法會審議草案時後的情況 草案提出修訂入境處在處理酷刑聲請 及上訴委員會的程序 又提出副權保安局局長 就運輸工具提供乘客資料訂立規例 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港之前 通報乘客資料 並授權入境處可以要求航空公司 禁止運載個別乘客 早前有法律界人士形容條例是鎖港條例 擔心港人出入境自由被限制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坊間有人抹黑條例 又說會令到香港變成大監倉等等 大家就可以想像了 其實他們都是希望利用這條條例 去恐嚇香港市民 製造混亂 煽動市民 仇中仇政府 反政府 如果政府是要不讓你出境的話 它只要用你沒有交付款作為理由 都可以不讓你出境 大家明白嗎 它不需要改這條條例 其次的就是 它要去不讓你出境的話 它有各種的方法 去扣押你的資產 不是更方便嗎 你們以後還給我 哪裡呢 不是這個 整個方法 尬安裝了 加過 它幾條 真的是 叫田同 sentiments 那個方法 叫條 1500 所以 以不符事實,煽動情緒的言語和標籤,散播謠言,狡惑人心, 保安局已在較早前多次發出嚴正聲明,予以譴責。 李家超又指,政府首後會制定附屬法例, 定名法例針對的是前往香港的航班。 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就認為, 既然政府的意圖是針對免遣犯聲請人, 最好的做法是在主體法例內列明。 他指出,條例現時賦予入境處處長過大權力。 在不需要解釋的情況下, 行使權力禁止一個人進出香港, 而且失去制衡。 最好其實應該將權力交給法庭, 由法官決定是否行使就可以釋除公眾疑慮。 另外,立法會只用了兩次會議合共8小時, 三讀通過涉及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 草案以40票贊成, 一票反對,一票棄權, 獲得大比數通過。 相比去年用了大約約36小時審議。 投反對票的是熱血公民鄭松泰, 而投棄權的是經民聯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 張華峰說不滿預算案提出增加股票印花稅, 又說他和業界都不接受。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重申增加股票印花稅, 是考慮到社會整體的情況。 在嚴重財赤下, 預算案已經盡力推出各項支援措施。 今年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比以往快, 而幾項修例條例草案都獲得大比數通過。 議員, 是否有充足的討論? 社會對立法會各項草案的意見, 又或者不滿, 是否能反映在表決的票數上? 一架九巴前年在粉嶺發生意外, 造成六死三十多人受傷。 涉事九巴司機早前承認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和嚴重受傷, 被判入獄四年。 前年12月18日, 一架載住72個乘客的978號九巴, 洗經粉嶺公路近寶石湖路回旋處時, 向左偏離道路, 擦過防撞欄撞鄉樹松, 巴士上層車頂被剖開, 其中兩個乘客被拋出車外, 導致六死三十九傷。 涉事的57歲九巴司機文志光, 早前承認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以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區域法院法官譚思諾判盈的時候說, 被告在行駛期間曾多次微微點頭, 疑似打喊怒, 曾經多次單手握住體盤, 在意外發生之前被告看來十分疲倦, 疑似短暫陷入睡眠, 導致意外發生當刻未能即時變得清醒, 未能及時挽救事件。 法官說被告將乘客的性命和安全置於危險之中, 令乘客受到嚴重傷害。 傷者的家人因此陷於悲痛都是家營因素, 鑑於案情嚴重, 判刑必須具阻嚇性, 考慮到被告願意承擔責任而有所減刑。 就兩項控罪一共判處四年監禁, 停牌五年。 被告要在停牌完結前三個月自費修讀駕駛改善課程才可以駕駛車。 警方在庭外說被告的不專注駕駛行為導致嚴重事故, 判刑反映案件嚴重性。 警方再次呼籲各位駕駛的人士, 尤其是職業司機, 對乘客及其他道路者是需要肩負安全責任的。 駕駛時應該時刻注意路面情況, 時刻隱讓,小心駕駛。 警方提醒司機如果不舒服就不要駕駛, 應該游替監幫忙。 香港電台記者邱家威報導。 前年721元朗暴動和襲擊案, 控遍雙方完成建案陳詞, 8名被告中6人否認控罪。 法官押後到6月裁決。 多個被告包括鄧懷心、 王志榮、鄧英斌等等, 到區域法院應訊。 他們等6個被告否認在前年7月21日, 元朗暫襲擊事件中, 暴動和串謀有意圖傷害他人等控罪。 控遍雙方提交結案陳詞, 法官葉助文在開庭時, 先向主控官釐清, 涉及串謀和傷人的有關被告, 在事件中涉及什麼角色和行為。 各個被告的代表大律師, 就控方的書面描述相繼提出質疑, 包括說被告並不是同在場白衣人一同離開, 只是同時間離開, 他們並不是同一夥。 又不同意控方描述有被告曾經向前跑, 支援其他白衣人, 形容被告當時只是向前走等等。 就著其中一個被告黃英傑, 法官質疑他當時在場指罵他人, 能不能視為參與商人。 控方就說被告當時有同有份打人的一群人到元朗站, 並且和他們一起離開, 安共同犯罪原則, 他都是犯案者。 控方又指出, 有關共同目的的法律原則, 可以是合法或者不合法, 甚至純粹破壞公眾安寧。 而破壞公眾安寧, 可以透過蓄意使用或者威嚇使用暴力, 不一定有暴力出現。 辯方就反駁, 需要證明被告的行為屬於蓄意, 又說被告當時包括因為被扔野, 才指罵他人。 法官聽完陳詞之後, 將案件押後到6月18日裁決。 案中8個被告, 有兩個人早前已經承認暴動罪, 要繼續還押。 香港電台記者有家威報讀。 印度再多超過36萬宗確診新型肺炎, 累計近1800萬人確診。 但世衛專家指, 當地實際確診人數可能超過5億。 印度疫情持續嚴峻, 全國單日確診超過36萬宗, 再多3200多人死亡。 兩個數字都在破頂。 全國累計接近1800萬人確診, 超過20萬人死亡。 世衛有專家認為印度的檢測能力有限, 質疑實際確診人數遠超官方的數字, 可能有超過5億人感染。 連日離居報都有不少患者, 因為等不到入院而失救死亡。 而基於死者過去幾個星期不斷上升, 不少死者的親人都無奈, 要就地火化為體。 就連這間正規的火葬場, 亦都要臨時搭台並且就地取材來應付。 醫療物資、醫院床位等都嚴重短缺。 首都新德里有醫護人員, 據報成為家屬發洩不滿甚至襲擊的對象。 多國先後已經向印度提供包括氧氣機等的醫療物資。 香港電台記者鄺珊報道。 世界衛生大會下個月24日開始, 美國和多個國家的議員都支持台灣參與。 在北京,國台班強調必須按一中原則處理。 美國參眾兩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同屬民主黨的煤亂德斯和迷克仙, 分別透過委員會的官方社交帳號發貼文, 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 過百名跨黨派國會議員也聲援, 說希望讓台灣幫忙。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台灣, 有意義地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 以及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又說注意到,在蔡英文總統當選前, 台灣有幾年能夠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 呼籲世衛組織在史無前例的疫情帶流行限, 理行他傳聞健康的口號,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 認為台灣的加入將令全球受益。 超過200名來自歐美和大洋洲的國會議員, 都歡迎台灣在世衛大會, 分享抗疫成功經驗, 又批評北京當局, 癡癡重重慷貫,阻撓台灣參與。 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強調, 台灣參與世衛組織活動, 必須按一個中國原則處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任何有關中國地區參與國際組織, 包括世衛組織活動, 都必須按照一個中國的原則來處理。 我們證告民進黨當局, 炒作世衛大會涉態問題, 與某獨的伎倆不會得逞。 謝謝。 台灣的外交部感謝多國議員, 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 形容將台灣納入全球公共衛生體系, 已經成為很多民主國家議會的共識, 呼籲世衛盡快邀請台灣參與世衛大會, 並將台灣完整納入世衛會議, 相關機制和活動。 香港電台記者何俊傑報導。 早前日本計劃以海洋排放方式, 處置福島核電暫事故的核廢水。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早前在社交平台上載一幅 模仿日本浮世繪的畫作, 諷刺日本政府決定將經處理的福島核廢水排入海, 引起日方抗議,要求刪除貼文。 看看趙立堅的貼文,附上的圖, 右邊是日本浮世繪大師, 角色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 神奈村衝浪裡的畫作。 左邊是中國插畫家的改圖。 趙立堅又寫著, 如果原畫家角色北齋今日還在山, 他應該會非常關心日本的核廢水問題。 仔細看一幅改圖。 題目將神奈村的村子改為核廢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質村子。 原畫內的天空的雲變成象徵死亡的十字架。 浪化改為畸形的手指和嬰兒。 船員畫成帶著面罩, 傾倒有核輻射標誌的綠色液體入大海。 富士山亦變成類似核電廠的建築物。 對於趙立堅的貼文, 日本外相茂木敏聰說, 作為外相不會就發言人層級的貼文逐條評論。 但他已經透過外交的渠道, 立即嚴重抗議,並要求趙立堅刪除貼文。 日本前外務副大臣, 參議員佐藤靖九亦在社交平台對這幅改圖作出回應。 說以污染日本傳統文化的方式來表達對處理核廢水的抗議, 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昨日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回應。 作品反映中國民眾對日本處理福島核廢水的擔憂和不滿。 批評是日本政府為了省錢, 但方便決定排出污水是不負責任。 至於會不會刪除貼文? 趙立堅這樣回應。 至於你提到的,我是否會刪貼並道歉? 可能你已經注意到,我已經把這個推特置頂了。 他又反駁,是日本錯誤決定在先,中方抗議在後。 反問日方做了壞事,為何不讓其他人說? 促請日方,認清自身責任,履行國際義務,撤銷錯誤決定。 趙立堅的貼文,至今已有超過一萬次轉發。 六千多個評論留言,事件引起中日網民激變。 甚至引發的中日外交風波,相信還會繼續發酵。 明報報導,該部發現,有中介公司為華大基因招募採養員, 無經驗者同樣可以面試。 有專家認為,最好由登記或註冊護士, 或有經驗技術員採養,以確保養本質素。 另外,華大基因有檢測中心的注意事項提到, 平均採養速度為每小時30個。 有醫生說,根據經驗,一小時可採10個樣本, 一小時採30個樣本太誇張,擔心太快會出錯。 華大基因說採養速度並非硬指標, 但沒有正面回應檢測中心,有否欠缺經驗, 或者醫療背景者採養。 食物及外申局回應說,會要求華大基因提供解釋 和跟進。 星對日報報道,公民與社會發展科9月在中四推行。 教育局規定新科教科書雖經過送審, 但時間過於緊迫。 新書編制和審核無法配合。 據了解,最少兩間出版社, 將現有通式教育科課本內容, 從新包裝為公社科課本推出。 有嫌來人士說,公社科指設達標評級, 學校對內容要求不會太高。 應用做法,省卻重新編制的成本之餘, 亦都符合當局規定。 有老師就說,樣本書仍然有敏感內容, 擔心是否適用。 教育局批評有關做法, 極可能對學校或公眾造成誤會, 將與相關出版商相確。 《經濟日報》報導, 《深計署報告》指出, 入境署積壓2,609宗假結婚個案未完成調查, 近半數積壓兩年,最長達11年。 其中一名香港男子在2011年, 被揭發與兩名內地女子假結婚, 但一直缺席順問, 直到2019年初去世, 處方仍然未成功查問落口供。 至於涉案的兩名內地女子, 最終因為證據不足而不被檢控。 《深計署》建議入境署, 加強追查假結婚案疑犯下落。 入境署回覆說, 有1501宗偵壓個案已經用盡方法, 仍然無法找到疑犯下落。 會評估人手以加快處理偵壓個案, 以及加強查核。 《蘋果日報》報導, 懲教署去年工作回顧顯示, 每日平均還押在籌人口升至1962人, 倉近10年新高。 單日還押人數最高達到2195人。 去年接及反修例運動而進入懲教院所, 共422人次。 當中181次屬於服刑人次, 241次屬於還押後審人次。 懲教署解釋, 因為反修例運動被捕個案陸續進入司法程序, 還押人數增加, 預計數字會有進一步上升趨勢。 另外,懲教署正是構建青少年研習所, 又會推行教育活動, 透過講座等協助青少年在籌人士認識歷史, 提升對國民身份認同。